美股可以抄底? 港股大长沽? 今天有些看法 一定要看到最后的结论 昨天有个学生看到图问我 美股经过抛售后 是否可以低买呢? 其实他说的是Ed Yadani的标指的牛红指标 怎么看呢? 这个蓝色线在同一时间 他调查看上去的人数 看跌的人数就是绿色线代表 加上不会超过100 是百分比 过去来说如果当绿色线超越蓝色线 代表看市跌的人多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是抄底的好机会 或者用上面这幅图就会更简单 这个是怎么计算呢? 就是分子就是看上去的人数 分母就是看跌的人数 多数是大过1的 你发觉到3的时候 就是看升的人很多 很多时候都会有机会转盘 跌回来 看跌的时候如果到1 就是代表很多时候都会有低卖的机会 其实除了过去... 我们说了20年了 不要说这么远了 除了科网爆破和雷曼爆煲的时候 它不断下跌失效之外 其实雷曼之后在2010年左右 或者2011年左右 都是有些下跌的 那时候是什么事呢? 都是美联储量化宽松准备 那一期结束的时候就大家害怕了 会不会还有呢? 因为没钱买了 那就下跌了 2016年...2015年就是A股熔断的时候 2018年的时候就是什么呢? 发生了...就是加息又退市 不是退市是紧缩量化紧缩 2020年就是疫情开始了 现在又看到这个讯号 是不是就是低买呢? 其实如果我们要知道是否可以低买呢? 首先要了解这里为什么这么多次都涨上去 2010年为什么涨上去呢? 因为美联储启动第二期量宽 2011年为什么涨上去呢? 就是美联储启动的Operation Tris 压低了长债息 那股市立刻开心 2016年 美国基金经理认为A股熔断 不影响美国的经济基调 之后就涨上去 其实A股也停了下跌 2018年就很简单 在圣诞节的时候美联储就说 我以后不再加息 不再缩表了 那就涨上去吧 2020年什么事呢? 啟动无限量宽就涨上去 就是说什么呢? 股市回升也有一个特点 就是要有什么? Fat Put 美联储托市 3月1日出现这个买入讯号 是不是跟以前有点不同? 是有不同的 不同的是什么呢? 就是美联储现在转了鹰派 今次不同的是通胀率持续高期 CPI 7.5% 核心PC上星期出了5.2% 对上星期 美联储如果再推迟加息和缩表 可以稍后让通胀失控 除非它远远没有这个风险 以前的资金成本是零 为什么不投资呢? 今天那个逆风就大很多 其实这个买入讯号 仍然必须要等候 美联储改变鹰派基调时候 才买入会更加安全 去年年底的时候 Dodge Bank说 下一次衰退可能就会发生在 第一次加息和退市计划结束的时候 其实现在是3月 美联储现在受到加息和计划缩表 股市承受的压力将会很大 我们看看图表 其实这几个星期都有说 美债的支息曲线过去大半年 急速拉平反映了很多东西 反映了经济放慢 甚至乎稍后会有经济衰退的风险 正在增加 或者有人认为 俄乌市为什么会继续升温呢? 稍后会逼使美联储改变收紧货币政策措施的态度 但重要问题是通胀压力仍然很高 这就是跟过去几次美联储都可以成功救股市 最大的分别来的 现在问题是西方会制裁俄罗斯 入侵乌克兰的情况 其实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它避免制裁俄罗斯的能源出口 而使得油价飙升 但油价回落 又可能会使得俄罗斯 会不会突然放弃进攻乌克兰呢? 或者美国是否放弃进一步制裁俄罗斯呢? 其实这些似乎可能性不太大 总结 这次美股低买的讯号 似乎要等待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爆过真正转白甲的那一天 反而我看到港股有些重要的讯号出现了 其实也不是刚刚看到的 上个月尾 二月尾的时候 然后我们看到期指的月线图 它收了在二百月平均线 大概是22,800 其实过去二十年也放了很多次 除了零八金融风暴 我说一下跌穿了是不是现在准备出金融风暴 在过去十几十四五年 我们简单用一个MACD图去看 是出现了五次的沽空讯号 如果懂得分析工具 就是沽空讯号 这次去年八月出现第五次 回看2008年金融风暴开始的时候 那次我们用了怎样去计算的方法呢? 就是用出现的沽空讯号 那月的最低位 到下跌浪最低位的时候 就是在这里出现的沽空讯号 到最低的时候 我们计算过去四个讯号 08年出现那次就跌了33% 11年跌了 16年20% 2020年那次 就是18年那次出现 就是跌了37% 这次出现 这次如果出现 其实是去年八月出现的 如果我们使用去年八月最低24500多做起点 以过去最少20%的调整来说 计算出来大家可以计算一下 大概是19640 另一个方法计算是 我们使用上次的下跌浪 在18年的下跌浪 是由33500多跌到21000以下 一共跌了12500多点 或者大概37% 这次的期指是由去年二月开始下跌 31000以上 按照减数 大概可以跌到18500多 如果用幅度计算 可以跌到19400多 三个数字计算出来 都是在20,000以下 港股可能要开始大长沽了 留意这些只不过是我用最少的20%下跌计算 到时可能会更大 其实不是很多人看的 我经常看着美电 美电为什么从去年到现在一直上升 不是没有原因的 定义政治风险不断增加 美联储3月16日议息会议前 投资者又会倾向减低风险 为什么? 会迫使美联储救市行动 短期下跌的机会仍然较大 我会在Patreon版本里继续说这几点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 视频简介里的Patreon编結支持九哥 看我所分享的更多详细市场分析吧